12日的今天大新闻又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今天在线上跟我连线的是大家的老朋友 我们的知名的时事政论评论员 王君涛博士 君涛兄你早 赵平兄好 大家好 导播好 谢谢君涛兄再次跟我们连线了 这个一个礼拜 礼拜一开始 我想在大陆在亚洲的朋友是晚安 欧洲的朋友是下午好 我们今天一开始来想关心一下 整个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的版图 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对中细 也下了一些重手最近 我想君涛兄也看到了 不管包括之前的阿里巴巴被重华182亿 还有这个马化腾 这个腾讯被这个也是在 列在这种管控的名单之外 现在滴滴出行 才在美国刚上次一个礼拜 就被中国监管单位来重新来思考 一些大数据的这个隐私问题 那整个中国企业在过去 这一二十年来在全世界的一种扩展版图 这个斩获很多 也获得到全球投资人的这个喜爱 但是现在整个好像美国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也要监管中国的企业 那像中国自己本身也在监督自己的企业 这个君导您怎么样看待 习近平对这一次滴滴出行行不了 怎么的看法 对这次滴滴出来之后 这个事出来就现在在热评 而且好像评论还在发展这种 因为对滴滴的处理最后怎么样呢 据说还要涉及到一些行业的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 也要对此要进行一些责罚 所以最后结果没出来 不过那些大体上有两个思路 大家在争论 一条思路嘛 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呢 一直有很多人对他很不满意 在反对他 我也在其中之列啊 但我今天的专家评论 先不讨论这个我们的这些政治观点 我们就就说这个 就从这件事情本身在商言商来说 有的人说呢 习是有政治需要的进行整肃 当然政治需要呢 有几个猜测 一个猜测就滴滴呢 跟肖建华的明天系 和马云的这个阿里系一样 都有比较复杂的 还有这个吴小辉的这个 也是呢 有比较复杂的这种政治背景 那么习近平要想建立 自己的党内独裁 或者是要想成准 共产党的江山 从好的角度来说的话 消除腐败的话 他必须要对这些家族势力 和权贵集团开刀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政治需要可以是 比如说他现在呢 在二十大前 他需要制造一些 这个紧张气氛 就说你必须就是要让大家 你知道独裁者就要恐惧在行 不然做好事和坏事 都要对他产生这种恐惧感 他才能有效的 发挥独裁的他的功用 那这样角度来说 他经常要杀衣 警摆杀鸡给猴看 要挑一个这些 比较有影响的 因为挑那小萝卜小仔的没用 所以呢要做这个 第三个呢 还有人说呢 说他是为了这个建立自己 等于他独裁 就心理上有些不安全感 这样就很容易把那些 有独立亡国的 有独立操作能力的 这样一些实体呢 看作敌人 也许呢 滴滴什么事撞上了 他的这种警局 警出现 那么你知道独裁者整人 有时候他公开说的话 和私下里的政治盘算 是不一样的 不管怎么样呢 这些思路都集中一点 就是习近平呢 是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对滴滴下手 第二种呢 我觉得就是一般业界中的人 不这么分批问题 就是在关于金融呢 还有像这些事 包括这个滴滴所在的 这个属于这个电商 这个行业中的人来说的话 他们考虑为 更多从业界发展的 空间角度来说 他们认为滴滴的整肃呢 是有业界的一些理由 所以他们 当然他们也许 也知道有政治理由 但是呢 他们不想这么谈论 所以他们更多谈论呢 滴滴呢 挨整呢 从行业的发展来说 是有道理的 也对着呢 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道理 第一个呢 反正都是违背了规矩 第一个虽然好像也是正的 就刚才你也提到了 就是滴滴呢 涉及到隐私啊 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在这方面呢 因为已经有过三零五身 还有像反垄断等等 这些方面的法规 这些呢 虽然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但基本上还是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 从国家对行业的管理角度 你违规了 第二呢 就是滴滴本身在运行的过程中 也有许多这个违规 就是说惹出一些问题来吧 你不能说的违规 因为一个新企业在发展中间 比如说安全问题了 还有比如说这个 一些其他的问题 因为这个投诉的很多 第三个呢 就是在关于要出国上市的时候 这个现在出国上市呢 最近我就荣鼎集团的 那个老总容大涅 有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呢 在我看呢 是为习近平说话 但是说的呢 他把这个中国对外开放的思路 捋了一下 他说实际上 中国在对外开放 习近平上来的时候 本来是有一个非常 一个大胆的 一个对外开放计划 所以当时大量的 中国的资金走到了国外 但突然他发现呢 这些资金走到国外 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那么这个时候 特别是跟中美贸易战起来 国家安全问题成了核心 之后他又开始要收缩 于是呢 一批在这方面的排头兵 就成了牺牲品 包括就王健林 这些都成了牺牲品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那按这个思路解除 滴滴也是 就在这之前时候 实际上有些监管部门 已经跟他谈了 说能不能把时间上 再考虑考虑 而且呢 这个监管部门 当然语言不详谈的 有的是说呢 建议不要在七一前上 这个当然对滴滴来说 七一这个东西 是个什么日子呀 也没有说 国家也没有说 七一前就不能够 有一些这个经济上的东西 那么还有的就是说呢 这个国家现在出台一些安全的管理 等你做来再说 那么可是呢 这个滴滴呢 没有管的就去了 但滴滴还是很小心 他调子很低 也没有敲钟 就是不声不响的就去了 但是这个事呢 还是被发现 所以我觉得呢 从监管行业上 这个它有些理由 不过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说 从观察来说呢 我就有两个观察 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个政治操作 第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件事如果不是老大发话的话 不应该有这么重的处罚 这么快的处罚 因为这个从我们现在 从中国的对中国这个观察来看 像滴滴这样的公司 一定有很大的背景 可是到今天为止 滴滴没有说话 你看马云当初是监管部门 对他开始咱们说 发出警告说 马云敢公开叫板监管部门 说监管部门根本不懂 现代的这个科技啊 和金融的结合 所以他们是瞎管 那么你看 但是老大发话之后 虽然没有人说老大发话 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说 一个老大说什么了 但是谁都知道 老大说完话之后呢 马云就受了一圈 而且脸上皱纹一下就变得 人就好像变得也苍老了 很疲惫了 对吧 而且人也消失了 也不敢说话了 而且开始阿里啊 还有什么蚂蚁精 不开始积极配合监管部门 积极表态 那显然老大发话了 那滴滴现在也这样 如果真是有一个职业 我们就是监管专业部门 说话的话 因为滴滴 他可以会进行 距离力争的 因为这个行业 是个新兴行业 包括国家监管的措施 还制度也并不完善 都在试探之中 应当允许这些企业家 和监管部门进行讨价还价 进行商量 对吧 那如果讲滴滴现在 默不作声 那就说明 这个滴滴呢 遇到政治上的 踢到政治上铁板了 像他这样的公司 踢到政治上铁板 那我看来 除了老大之外呀 没有什么别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基本上还是一个政治操作 那剩下的政治操作 它到底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不是出于 从行业发展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些行业的这些老大们 互联网的巨头们 他们说是业界发展 按照规则 他们在发展一些事业 但实际上背后 都有政治背景 有的时候 你真的要建立行规 也非得老大说话 才能排除政治干扰 建立行规 那老大是不是这个呢 像我们在 我跟何平先生 我们在上礼拜五 做完节目之后 有的人就说呢 你又要往政治上胡扯 他说呢 如果要是滴滴这种工资 要是比如要去一跑掉的话 可能会甩下一堆 这些什么叫P2P 那些甩下了很多 这些冤家呀 就都给政府来给他擦屁股 要给政府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吧 老大为什么操作 这一点呢 我也不想做中南海的听床师 就天天拿一个 对吧 隔着中南海一道 强去听习近平的心跳 这个活呢 可以干 这是我觉得说书的 都爱干这个活 对吧 演绎出一套一套大戏 包括呢 拜登说句什么话 我可以讲这套故事啊 拜登说句话 习近平一通什么盘子 我也能讲得很有条理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个专业的 谈论问题吗 今天是专家 我们不讲八卦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 我觉得他有几个结论 我们今天是可以看的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其实习近平这样做呀 即使出于行业发展 要用排除政治干扰 他这么做 不利于行业的发育 和正常的监督和管理 因为从我们看西方的市场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 我反复说过 习近平也把香港的金融市场 给掐掉之后 可以在深圳或者在上海 再打造出来 一个类似于的 那他做不到 因为你看国际上吧 为什么伦敦 英国早就衰落了 伦敦还是能跟纽约 并驾齐驱 而香港呢 作为一个新兴的地带 也能成为世界三大 金融市场之一 日本和德国 欧洲都出不来呢 原因就在于自由 也在于法治保障的自由 就在于限制 政治的权利和政治干预 不管政治有多少需要 不管华尔街 造成多大的灾难 这个事情呢 要依法进行 按法律程序进行 这样资金才觉得有保障 对吧 那么就因为这些 大资本的运作呀 除了投机性之外 就是有利于国际 民生发展的呢 他都是需要长线投资 需要几十年 三十年五十年 要跨越一代 两代领导人 这种稳定预期性 他们才能做到 所以这个 你这样的一个政治干预 一下就不许对方 讲话的这种干预 那个是显然是 不利于发育这个市场 那么特别我们刚才讲的 说像滴滴啊 马云这些东西 像都是新兴的产业 马云说句话 不是没有道理 这个问题 其实我自己也看了一些 我也没有完全想清楚 因为当金融和互联网 结合起来 传统的金融确实不合适 你要是一定按传统方式 管的互联网 就会受很大的限制 因为互联网 比如咱们就说像出租车吧 出租车各国都有 严格的管理规定 但是一旦 像Uber 滴滴这种发展起来 它就是可能会出现 一些就是可能一些违法操作 就可以漂白了 那么就是可能会给 对吧 像这样的问题怎么管 但这个问题 你要由业主和监管部门博弈 要仿佛的讨价 还价 肖脑 可能还是要允许犯很多错误 允许出现一些灾难性的事故 才可以 就像我们讲说 你要说因为这个人 可能犯男女关系会 可能出一样强奸犯 你就把这个人的 这个系统都给割了 对吧 这个当然一老五一解决问题了 对吧 那这个是 但是问题这样做的话 可能带来的伤害更大 所以我觉得 其实习近平用这样一个 政治重拳的方式 并不 虽然可能打击了一些 自己的政敌在背后操弄 破坏这种业界 包括搞垄断 这些能起到 但是他也破坏业界发展的 正常的环境和需要 有点就是 叫饮鸩止渴 而有一点就是叫 劫持求鱼 这样的一个功效 第二呢 我觉得他不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 你可以从现在西方的反应来看吧 西方的反应呢 并不去从他的业界管理上 因为对西方来说 业界管理是个正常性 但是你这样的事情做 就使得中国的企业 将来下一步在西方融资就有问题 因为一个企业已经融资了 最后你突然给他重拳打 那这些投资的人 他损失就会有损失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中国在帮着 跟这个拜登在切割 现在美国的政治家呀 费尽了口舌 说服盟国 说服自己人 说服自己的企业家 要跟中国呢 在一些有战略关联的 事关两国竞争的问题上 能够这个 听从美国政治的协调 但是问题是那些人呢 不愿意 对吧 谁愿意这个 叼这一根骨头了 已经吃了一半 都在给他吐出来 你要给 也得吐 也得给我一个过程吧 我觉得 习老大呢 就是在做这件事 有时候我觉得吧 川普帮着习老大反腐 习老大自己呢 也在帮着川普 就不是帮着拜登 就不是我们川普和拜登 因为拜登 这方面基本上 积升下来的 他们在互相帮忙 就是在做一件事 就是中美两国 现在要脱钩 那第三个 我觉得呢 习近平这件事呢 特别这么强调 关于这个隐私的 这个事的时候 国家要进安全审查 也就坐视了 美国另一个指控 就中国这些大公司啊 在涉及到中国国家安全需要的时候 是要配合政府的 所以那天 我跟这个一个朋友在讨论 他说美国也要这样 我说美国对监管 是主要是要考虑 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 也不要有伤害 他是不能拿这个公司数据的 对吧 就是美国公司想从 要让亚马逊 把他的那个顾客的信息 提供给他 美国政府做不到这些 美国法院会保护他 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监管部门 出于安全需要 凌驾于一切公司之上 甚至所有的对外公司 都要服从于他的话 一下就坐实了 这个指控 你像现在是不像任正非啊 这些拼命跟外国在解释 不存在 我们可以有效的保护 这些隐私 结果你一下就来 因为这个滴滴 你要知道 滴滴呢 跟那个有些这个公司不一样 比如跟那个抖音不一样 抖音呢 他的他有一些被子啊 还有像比如像书 这些是在外国 但是滴滴就是在国内 就你整个数据库在国内 在这个如果西方不进行 骇客行为 黑客行为受很多限制 我们也知道 他如果不进行黑客行为 他拿不到这些数据 但是中国能拿到这个数据 而相反 这些数据会设在美国 其实你是安全的 因为美国政府 如果没有法院的判决 他就不能够去拿 他的黑客行为拿了之后 也是违法的 所以 当然美国政府有时候 就是让他们的安全部门 出于国家安全了 调查犯罪啊 也会做这事 但只是一些调查线索 他不能用于去指控 或者作为行政决策的依据 他只能作为就是说 这个监管一些线索依据 所以这个我要讲的一说呢 就是结果习近平 如果做了这件事 逼迫滴滴公司 就是服从他的话 最后就坐实了 西方国家的指控 因为现在美国政府马不停蹄 想劝说世界各国 劝说自己的大公司 劝说自己国内的民众 保持一致 对中国的这个安全的警戒 就在于 中国政府无所不能 所有到我们这边来 做生意的公司 实际上都还有另外一种使命 就是替中国政府的安全需要服务 那这些公司拼命在解决 不是的 我们会遵守你们国家的法律 我们会像你们一样保护 顾客隐私 但是习近平的这样的做法 一下就坐实这个指控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也许啊 习近平在做这个 我不是听床师 我也听不到 我隔着中南海墙 隔着台废 我也听不到 习近平到底这个新提示 怎么跳的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即使出于行业发展的 健康发展需要角度 他采取这样粗暴的政治 处理方式 最后是 就是至少是欲速 则不达 则不达 可能很可能就是事与愿违 最后结果呢是更糟糕 那他现在以我的观察来看 习近平还是想对外开放的 但他想建立一个单向的开放 就是对我有利的 我开放 对我无利的 我不开放 那我不知道这世界上 对我刚才讲 英美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发育 第一流 他们那个法律性能发育 第一流的金融市场 就在于 不管政府对你有利没利 要不然你就都开放 要不然你就一事同意不开放 所以习近平这样做 实际上最后是客观上 损毁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也损毁了中国的 像这些新兴的产业的发展 讲到这个对外开放 还有就是说到底是对 什么产业是对中国有利 习近平可以开放 什么是对这个北京不利 习近平可能会紧缩不开放 那现在你也知道 华尔街这边拜登政府 美国也对很多 中国有军工要背景的企业 在做线缩 现在中国企业自己做线缩 因为英国学者佛格森也提到了 这是不是美中企业 在过去20年来 透过这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对外投资之后 像美中企业的蜜月期 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说 是进入一个所谓的观察期 或者说已经结束了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在结束过程之中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可以看出来 就是拜登的这个大方针 我估计以后啊 只会比他更严厉 不会比他更轻厉 说大的方针已定 中国和美国将决这场 将有一场竞争 战略竞争 这个竞争决定人类 下一个世纪生活 在什么样制度之下 假如这个 他的这个判断不会变的话 那么他就要对中国限制 我们现在觉得 你看西方 对于中国的这些制裁性的东西啊 就是包括对这些企业实体清单啊 大体上有三类考量 第一类考量呢 就属于说你们参与的政治迫害 比如像新疆的这个棉花 还有你们参与的像这个这个像这些什么这个香港啊等等的这是惩罚性的这个措施 第二类呢 我觉得就属于是那种就是你们协助了中国的军工企业的发展 还有协助了中国对危机到美国国家利益或者全球安全的这样一些有潜在危险的 第三类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下一步其实最集中要提出来的就是要限制中国的发展 就最说白了吧 就是在科技领域 在未来的这个影响人类 那个戴琪式列举啊 他列举了十个领域 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些领域中间 可能会影响了中美两国谁胜谁负的这个竞争东西呢 美国要限制 那就一大批企业呢 我觉得也许他是像他这个上实体清单的名义是因为军工啊 也许是因为什么奴工啊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借口了 就是一条为了限制你获得这个必要的技术和在西方获得必要技术和市场 然后呢形成和美国对美国有威胁的竞争力 因为这个一旦做出来之后 我觉得下一步就是一个这个怎么脱钩的问题 而不是一个就是高科技领域中的脱钩这个实在必行 不但要脱钩还要隔离建立一些隔离机制 这肯定是实在必行的 下一步呢你说像刚才黄先生讲到试探呀什么 都是在试探怎么脱钩 都是要试探出一个多长时间 因为这里现在美国政府啊 他不能一家说了算 他跟盟国是要协商的 跟自己的国家企业呢 还要博弈 还要在他的自己的司法架构中博弈 不是他说了算 他不像习老大对吧 他叫一拍桌一震怒摔个杯子 大家都听他的 那么但是呢他要做的事情必须就是要通过协商和 法庭博弈的方式 所以对他来说他的试探过程 其实是一个他有一个决策怎么落地 不管怎么落地 他是直接摔到地下去 还是扔一个往高地扔让他掉下来 或者扔一个弧线形 最后呢 只要这个大政方针确定 只要以后历届的美国政府 因为国会这点可以很清楚 是越来越强硬 但只要美国行政当局都相信这样一个判断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落地的时间和怎么落地 就是肯定是脱钩是必然的 像那些什么垃圾产业 就是什么九毛九变卖那些东西 我估计他不会脱钩 他还继续可能会欢迎 但是假如威胁到美国 比如像医疗啊等等这些 就是你要能卡美国脖子 美国可能也不会让你再垄断了 也不会说谁便宜 我就当着他自己国内会有一批企业 贴钱补贴也要生产 还有一批要放到那些他放心的 这些国家中间 至少如果他不能操纵的话 至少是他已经证明多少年呢 还有在未来可以预期的饭时间内 是他的铁杆盟友的地方 放这生产不能再交给中国的手里头 那很多观众在问啊 那那到底现在这些中国企业 在海外的名气 还能不能够再投资呢 看我觉得 其实这些对外开放的排走兵民 是最尴尬的 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曾经评过十大企业家 后来万世南先生当时名列七八 后来你知道万世南先生 后来六四就出逃了 出逃就在法国 他是第一任的这个民政的秘书长 后来我出国我问他 就认为你出国之后 我再见他已经在旧金山的一个养老院 我那个我说你后悔吗 他说我有什么后悔呢 十大企业家八个都在监狱 或者坐过牢对吧 我在这还是很安全的 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排头兵啊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个高风险 他的回报其实也很少 那个时候我记得谁啊 是多少年前 是冯冯先生跟我说过 他说呢 中国的那些民营企业家 能熬出来的啊 每十年有只有7%的存活率 就那个比较成规模的 那就是二十年只有万分之四十九 三十年下来你知道 才有多少人呢 对吧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成为大企业家 在中国本身就是个高危职业 那现在就是说对这些企业家来说 他们本来就很干的 又加上一些中美贸易战 本来呢 这个他们往外走的时候 中美两国呢 说实话能成功的话 都还欢迎他们做这件事 现在中国呢 出于国家安全 或者呢 现在觉得他们好像是想外逃 就是越来越不认为他们是为了中国去开疆拓土 用另外一种方式替中国人去打拼国际天下 争抢国际空间 而认为他们是呢 想卷款外逃 想出卖国家利益 像当 因为把安全放到了优先于开放的时候 他就会这么去想问题 那么他们已经很尴尬 现在西方呢 又说呢 你们现在其实替中国在做排头兵 在什么就像这个第五纵队 实际上在往我们这渗透 但是你说有没有道理 都有道理 那我们也知道企业家嘛 跟中国企业家 跟西方的国际资本差不多 他就是一个共产党员 也不保证他齐心必毅 就是他就只要到了西方 他观念会发生变化 而且邓小平就讲过嘛 习近平队也讲 其实最主要的最危险 还是自己的内部 可别高层出事 那就说明 他们这个高层和内部 经常会有人产生二心和一心 所以这些企业家呢 站在中国角度上 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们接触西方 那我们在西方在做 西方制度更合理 对吧 特别是企业家没钱 时候想要钱 那时候投机性多 一旦有了第一桶金 有了稳定的产业 之后就希望安全 安全就更重要 这时候对西方的制度 比中国制度就有吸引力了嘛 早期的投机就不必要了 我们这样稳定的收入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猜测也不是没道理 另一方面 西方猜测也不是没道理 因为很简单 中国企业家都说实话 都知道自己呢 不是 虽然不是妻子 不像国企啊 是共产党的妻子 但自己至少呢 是一个妻 是个小妻 所以还能有机会 有个小妻 比妻子还受宠嘛 对吧 那时候说共产党官员说 地方官员发展金 要放大款 钱放的不是国企 因为国企不受他管 放的全是地方 扶持这些地方大款 那或者我们再用比喻说 虽然不是敌出 但是属于赎出 赎出呢 他也得要靠自己的爸 所以他中国的企业家 不管或多少 都有一个政治意识 都很强 就是说他需要这个东西 才能发财 那么 实际西方对这猜测 有道理 有道理 特别是一旦 中国安全部门的 这个文件出来 他们都得注重 因为不服装 要掉脑袋的 甚至要九族 诸十族的 那我想请教你啊 就是说从世界的 从中国大陆 从世界的工厂 到世界第一大市场 到很多新创产业的起来 然后拿到所谓 私募基金的第一桶金 然后慢慢做大 做大完之后 到好爱上市 上市完之又回过来 并购啊 收购了一大堆的 那现在也吸引了 很多外资 对大陆的投资 那如果说这一招 这一招习近平 这一招下去的话 对未来整个 你刚才已经提到 对未来改革开放 是有影响 那以后的名气 是不是 这一套路 就行不通了 必须要转过弯 做别的安排 对 这里吧 我觉得能看两个东西 第一个 我觉得要看犹太人 这犹太人 其实不是美国人 犹太人就是 我记得我刚到美国 我一个朋友 他嫁给了一个犹太人 后来 那个犹太人说 请我吃饭 后来我说 我们就去吃去了 然后他就领了一个外卖 外卖之后 当时红灯 他一看没车 增增就跑过去了 我看他长效 白着 后来我这个朋友 跟我探口 记得说 你看犹太人 就是和美国人不一样 美国人若是红灯 他一定站在那不动了 这个人还当时 还有点影响 在波士顿 他还是帮过 可林顿竞选 什么之类的 反正是 在当地还是一个 所以我就在讲说 这个犹太人 其实你看 就是在中国 最早看好中国 也是犹太人 我记得 九四年 我刚到美国 哈佛大学费正经的 图书馆的馆长 他就跟我说 中国人聪明 他说 二十年代 中国人一定能起来 我九四年 我都不看好这件事 他说 你看中国学生来了 那么穷就开始要 人人买电脑 买传真机 那时候哈佛大学的教授 都只在办公室有电脑 家里是不放电脑的 传真机可能有的有 有的没有 所以我在讲说 他说你这么去描述 中国人很敏感 对这个东西 就是他一个月 比如就一千多块钱 那一台计算机 那一千多块钱 那这还是四八六 对 所以我在想说 他这个判断 你看现在 我就想说 你看犹太人在 犹太人 他有时候很多事情 他判断一个国家政治风险 他不像美国人 美国人看法律 犹太人呢 他有他自己判断方式 他如果他觉得 他能搞定中国人 搞定中国领导人 他就会继续投资 因为他们本身呢 当然你说他们犯法 也不这样 他们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么很多事情 也挺像川普 就喜欢钻制度控制 钻这个制度控制 能让他发财 你看他们搞很多 在美国吧 美国其实很多的 美国在这个 这个新一波的 全球化过程中 美国成了世界老大 但是很多钱 为什么没放在美国 都放到外国去了 其实这就是 也是因为犹太 其实是个国际民族 我在这里我先说 我不是为了什么 没有什么种族上的 我只是一个观察说 他们很能干 他们是个国际性民族 因为他们在世界各个地方 他们都有过成功的 最后随后都有排游运动 所以这个 我也不好说的名字 就是说 我也有个华尔街 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也是我们这一带的一个 这个这一批人 出来的一个 那么他后来跟我讲 说美国呀 他也有点游行中 因为他的合作者 很多都是犹太人 他说将来美国 搞不好也有排游运动 下面有些人就在说这个话 当然我们知道 3K党其实呢 我们知道的3K党 是打黑人 其实3K党一开始 有很强的排游的动机 美国第一波排外滑动 在20世纪初 是有这一末 也就是排游运动 对吧 只不过就是二次大战后 他这个情况 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我在讲说 看一个是看犹太人 就他作为国际资本 国际财产 更多其实犹太人 他们其实没有祖国的 大概真的有祖国 就是以色列是个祖国 看他们还继不继续 看好中国 如果他们看好中国 可能会这样 第二个我觉得 就是要看的呢 就是我觉得因为呢 中国已经走向全球国家 中国在很多地方上 现在已经占了一些 主导地位 他可以把自己 到别的国家漂白 因为实际上 中国这些老板呢 就特别的会用 这些资产的重新组合 搞到最后啊 除了他自己 谁也不知道他的钱 已经通过多少个 什么投资公司 投资这个 投资那个 就是中间做的 他现在你看 现在东南亚 中国现在这个大局 投资地方 东南亚已经超过了 好像美国和欧盟 已经成为最大的 这个贸易 还什么的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中国大量资产 先往东南亚走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漂白 因为到东南亚之后呢 我觉得中国大概也放心 因为中国是可以 拿定东南亚 在这些问题上 另一方面呢 这些企业在那个地方呢 就可以通过 比如说我是个越南企业 我是一个新加坡企业 新加坡可能比较不容易 但我是一个越南企业 我是个泰国企业 那我跟你美国做生意 美国你会跟我做的 而美国的这些资本家呢 国际财团 被迫服从政府决定 继续想捞钱 他们可能也会在东南亚 睁着眼闭着眼就去做 我们其实知道 美国政府这样权力很有限 他们的工作人员 能力也很有限 我跟他们的 所谓就是中国人提起来 都觉得特别崇敬的 这些部门的 这些官员打交道 我就发现 他们能力其实非常有限 真的就说呢 他们吸引不了一流的人才 美国政府的待遇保 吸引不了一流的人才 他们有还真的不如 中国的那些国家 和前苏联的国家 这些官员 因为他们把最优秀的人 放到那个所谓的 就是专制国家的要害部门 所以在这点如果真的要绕开 他们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现 而且他们要通过博弈 而且要民不举官不就 要有一堆企业 就是告状才行 然后他们才能发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 中国还是可以绕的 问题还是呢 我觉得习老大这个人呢 他心胸比较窄 我不是说他 他可能独裁之后 他有一个安全感能力 他现在对很多人拔得很紧 我估计中国一个企业到东南亚 美国政府发现的很晚 因为他通过资产呢 什么这些 这个连环的投资吧 他投这个公司 在这个公司 在投那个公司 绕绕绕 美国可能很晚才发现 这个时候呢 中国安全部门一下就知道 这个数码极权主义嘛 他追逗其中 七追八追 一下就追到 然后中国可能先对他采取错误 因为美国政府 对一个企业 才取得还不容易 他的大企业可以跟他博弈嘛 这就是巴尔当时在解释说 中国改变美国方式 所以说苹果我们要办案 办个罪犯 他不给我们钥匙 他说呢 他这个要保护这个隐私 可是中国政府让他下架 他说下架就下架 对吧 他的他那些苹果进了中国 他完全按照别的 按照中国的规矩 就说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那些美国企业呢 他可以在美国跟美国政府玩 但他不能到 他在别的地方 不能跟中国政府玩 所以他就干脆呢 就为了钱就 就帮着中国政府 欺负美国政府 就这个情况 所以我在讲说中国政府绕一个道路的话 又会给美国政府带来一堆难题 他不大容易掌控这些事情 好 谢谢金刀的这个讨论 这个看看未来这个中国民旗 到底受阻之后 他未来在国际间的 募反私募 的筹集资金呢 到底会不会受到困扰 还有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下重手 是不是成为英国学者 福克森提到 是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建立所谓的极权 绝对的权利啊 我们可以来观察 然后到了滴滴出行 现在在美股一直持续在 持续在下跌当中 也影响了阿里巴巴 其他的这个大陆名气 在海外的市场的这个股价 所以很多股民很关心 大家都很关心 我们会继续在今天大新闻来讨论 接下来跟金刀 讨论一下 在坎贝尔 现在坎贝尔最近